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播一場競技場 是義大利對上不列電的比賽 這場比賽 有一個相當重要的選手 是雲 他算是我們的世紀帝國 最強的台灣玩家 我覺得話不要說太滿好 他可以說是前三強 那為什麼我有前三強 因為我現在心目中 台灣三大柱是雲 跟Z40 跟天空熊 其他的選手我可能不太熟 這三個玩家是比較粗名一點的 實力都相當頂尖 對很多打法戰術都相當了解 那這場比較特別是 這個不是阿拉伯 這場是維城 不是維城是競技場 競技場單跳的話 不列電對上義大利 這個對決我還真是沒有看過 但我覺得 這個可能會是不列電的稍稍優勢 因為不列電對陣地戰非常的適合 那陣地戰射成遠 想慢慢一直消耗對面的資源 很容易就打出個破口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位置 兩邊雲的位置 是在三點鐘方向 這位選手是CL戰隊的 那我太確定CL戰隊這位選手實力如何 但我覺得能遇到雲的話 絕對也不是煩煩之輩 那兩邊都是 開始有一個正常的 挖爵村 挖羊 然後伐木 這邊城門沒有滴 應該是還沒看出來 到底會不會露出去喔 應該是看起來是不會外露 那雲已經把城門 城牆後面城牆都滴光了 後面這個空間發展相當舒服 那相對來說 對方不列電這邊的地圖 就比較尷尬一點了 能發展空間拼少 這邊如果要發展的話 還要再把自己圍起來 這有點稍稍不太公平一點 所以雲的位置相對好一點點而已 那兩邊都在趕入 那這邊 因為是經濟產關係 前期不太會有什麼 太大的變化 我們就快轉吧 這邊村民樹都沒有斷 頂尖的選手 村民樹是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那沒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都是直城 這邊雲是20P 我不知道是想要幹嘛 是要打一個前置嗎 喔有 雲這邊 來了一個前置 下了一個射箭場 跟六龍塔 那這邊 不列電看到會做什麼應對呢 這邊是七木在挖 黃金的話是二金 應該是小打小鬧 只要找到一個騷擾戰術而已 稍微加速一下 邊界塔 蓋好了 要開始戳 這邊 不列電拉了 六村來蓋木牆 應該是來得及蓋好 小宮也好了 把這個木牆拆進去還是要一段時間的 好 好那不列電也下了冰宮常識 即準備要來上神寶時代 好這邊 要望塔蓋了之後 對手也插了一根台這裡 但是雲 下了 第二個 第二望塔在這邊 準備要射進去了 再打一下 這邊圍了一個大石牆 兩邊都沒有斷村 經濟都蠻好的 哇這邊進去直接 哇這個進去直接送光了 對面一個建築學 把雲的兵給射光 好猛啦 不然這個弓箭手進去 不列電這邊會相當感受的 這邊建塔也好了 那村民 沒有做到什麼太多事情 雲還在封建時代 但是不列電這邊已經上了城堡 哇這邊頭子都出來了 雲是不是要撤退了 這邊再繼續插塔 會很好嗎 這兩邊不把塔的位置 感覺卡不到他在做什麼東西 這邊蓋好了 也不確定是不是要來反擊這個頭死車 但 好像完蛋了 這個應該是要白給了 兩台頭死車出來開砸 哇受不了 這邊小弓 鑽出來了 還鑽到後面 那雲這邊 這前面下了一個馬就輕 下了一個刺口 感覺是要來解這個頭死車 但這個頭死車可能會砸死 他這個走位會不會出事 他還是沒有 OK那 補列電這邊開出了雙TC 喔補列電的TC超便宜的 就算他要蓋頭死車也沒關係 反正他的TC就是打半價 五折送給你 這邊 喔這個居然射得到 這邊是一個滿 滿 滿射箭的一個地方 那這邊 告訴大家一個小小細 瞭望塔 只要四隻弓箭手或四隻催眠 就會到最大的一個 箭矢數量 到第五隻進去的話 也不會變成五隻箭矢 最多就是四隻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把 弓箭手到裡面鑄宅的話 四隻就夠了 不用到五隻 那這邊 把自己圍死 可能要開弄 因為這邊 補列電很清楚知道 對方是打這個戰術的關係 導致經濟有點跟我們太上 所以 這邊先開弄的話 對補列電一定有優勢 而且補列電的TC又便宜 但是他這邊被限制的發展 只能往左邊這邊改 這邊再下一個TC還是不錯的 那右邊的話 可能要被圍一下 哇這裡其實是有洞的喔 雖然他知道這邊要圍 但是 但是 沒有注意到 拿不到雲 就不知道那邊有洞喔 這邊看起來是沒有發現 那雲這邊 兩台 哇賽 兩個肉馬 一個被刀走 然後解掉個頭石車 然後這個 射掉嗎 有點尷尬 來不及 完了 點 雲這個操作很細 不及 劍塔也是撐了夠久了 我覺得 做到足夠多的事情了 可以走了 再回去 用插旗到下一個劍塔防守 這個就是高手會做的事情 就是料王塔裡面的兵 就一直往後撤退 可以拒 對手時間 但是對手 不列的典已經展出了 真旅 這個騎士可能會被找走 這邊 奴炮 來了 喔 一個翁 完蛋 自滴 哇細節 自滴騎士 這邊TC 開在了黃金康這裡 那這邊就是3TC 打3TC 但是 雲這邊TC開得比較晚 村民宿稍微落後 十隻主用 那雲也出了頭石車 想要做反擊 這邊雙老頭 避防更多的騎士 那這邊村民可能會被射死喔 完了 往後走一定危險 但是沒死這邊 真旅也把血量拉了起來 但頭石車這邊做反擊 能不能解掉呢 完美 Nice 雲這個頭非常精準 這邊稍微把木槍給滴掉 進攻方便一點 那這個劍塔 還是相當痛苦 但是雲還沒有發現 上面的這個洞 是可以進去的 視野也沒看到的關係 所以並不知道 那邊有村民在挖 看一下 喔 這邊 雲一個 跳帝王啊 雖然開來3TC 但是這邊的肉 足夠讓他上帝王時代 哇 這就是為什麼要打小風的戰術 雲一嗎 因為小風花費的肉很少 這邊只有十四片田 就上了帝王時代 來看一下 上帝王 但是石頭還剛挖 應該是來得及 上帝王插城堡 感覺是要打一個強軍士 那邊 這邊投石車 往前走 哇 這個奴鹿炮直接補掉殘血的投石車 相當不錯 看一下右邊 這邊把動物補起來 城門也蓋好了 3TC 沒有做任何進攻 因為老頭 打在外面的遺跡解一解 也是很香的 這邊石頭出來 感覺是要做一波 騷擾嗎 沒有這個是雲的肉 看錯 這邊把這個洞堵起來 堵起來嗎 可以 投石車 OK 補列人 復收 收出這些石土了 當然是這邊有肉 投石車復 找人找得到嗎 很危險 盧炮補了一發傷害 但是沒有補到 這邊還在偷射 完蛋 完蛋 危險 這頭自己弄吧 尷尬 好險沒有投石喔 OK 兩邊都有點殘血 兩邊都在操作 這邊應該是要壓寶了 OK 壓了一個 牆內寶 這邊投石車 點掉了雲的投石 騎士防守 我們繼續蓋遺跡 那家裡算還行喔 那這邊遺跡也拿了回去 這邊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打什麼戰術 那這邊 補列典也轉出了 喔 這邊是打長弓啊 那雲這邊寶也壓了下去 準備來做一個 遠投互相交換動作 那村民樹 是71吋 對80吋 對80吋 義大利 雲這邊轉出了更多的射箭場 好 這邊還有點出了火炮 化學已經跑了 就來看一下火炮能不能 對柏列典的長弓兵造成巨量傷害 看一下左邊 左邊這個扯門還不低嗎 很卡我覺得 但是這個 松樹 這個義大利 松 不趕快 補一下石頭的話 可能 會腐爛掉 然後就 被殺進去喔 欸現在的木會腐爛嗎 怎麼好像沒在減少 知道 知道觀眾的話請留言給我 因為我不太確定 現在木頭到底會被腐爛 我記得以前是會 OK 那看起來這邊 拿到了很多遺跡 那 那 不列典好像只拿到一個遺跡的樣子 對 只拿走了一個遺跡 那這邊遠頭戶頭 好 那這邊不列典長弓兵出來 試攻 已經試攻啦 三級射也好了 化學也點了 好 那這邊 火炮 嚴遠頭很賺喔 等一下 噴 再點一下 但這裡有村民在修 而且這邊長弓兵 也在做防守 但是火炮 一直在做燒啦 哇 這邊火炮 給的壓力很大 哇 這邊長弓兵 直接怒點火炮 點得下去嗎 有點困難的感覺 兩邊交戰 斷村 哇 不列典因為斷村的關係 導致雲的村民 有追上的趨勢 這邊戰毛轉出了蠻多隻的 這邊戰毛沒有任何防禦加成 哇 這被箭矢射到還是很痛 哇 白給 火炮應該點掉沒問題 兩台直接集火 相當給力 這邊戰毛直接點上 長弓 然後這邊雲 是不是 不修了 沒石頭嗎 還是有 但是沒有繼續修成吧 應該是覺得修不起來 不修了 後面拉更多的村民 到底不列典長弓兵 能不能打出一個完美的陣地戰呢 感覺目前 看起來還行 但是一道裡有火炮 火炮給的壓力也是很大 嗚 這個沒空的話 就直接沒了 這邊戰毛加火炮 給不列典壓力也是蠻有的 這邊城堡修 可能修不太起來 這邊村民要趕快來修 完了 更多的長弓出來了 完了 一發一隻長 戰毛 戰毛一直擺給 一防點下了 二防再點 哇 知道怎麼打 哇 雲的村民反超了 雲的村民贏了15隻啊 補列典這邊斷村 不知道斷多久 村民一直沒有補 直到剛剛才按下了村民 然後這邊 雲點下了銀罐 雲罐的效果是 遠防 近防各加1 好印象中 他的盾應該是各加1 巨盾完成 哇賽這個火炮 這是火炮 不是遠逃 直接砸死這裡的戰毛 哇這一波死蛋毛 直接倒光 來看一下這邊 義大利的 銀罐是什麼能力 這個是 喔 傭兵 步兵 和傭兵的護甲 各加1 然後遠程護甲加1 沒有錯 所以這個是各加1的概念 當然是工兵喔 戰毛是沒有吃到這個效果的 所以這邊要轉工兵 銀罐的效果才會吃得到 還有出傭兵的話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遠頭 五列連是不是轉出戰狼 這個 哇 好準 遠頭直接點掉火炮 喔唷 看起來遠頭是有造出戰狼的喔 看一下 有 戰狼套 已經強化完了 那戰狼的效果這邊稍微解釋一下 那戰狼的效果這邊稍微解釋一下 遠頭的話 可以對禁止目標 造成100%的精準打擊 然後還有爆炸的傷害 是他打的弱點 更廣一點 所以算是可以當那個火炮來使用 那這個遠頭 為什麼丟到這裡 這個城堡修得回來嗎 感覺有點困 這邊長弓量很多 不列顛這邊 再開始轉馬了 馬凱 下第一個 然後義大利 雲這邊 轉出了 更多的戰狼 跟三級遠防 那一樣是戰狼火炮搭配 但是我覺得這個 城堡掉了之後 不太好打了 三台遠頭 應該是 沒忘了 倒了 那這邊 雲就會 比較難打一點了 這邊 沒有馬 戰狼的數量有點多 這邊田也是灑得很極致 他也是轉出了大量的田 這邊戰狼 對長弓兵造成蠻多傷害的 但是這個遠頭要小心啊 這個被投到會投破血流喔 這邊遠頭開始把前線的單位往後退了 然後長弓兵 射程6加6 12的射程 我記得是6加7吧 所以他的長弓兵的科技還沒有全部研發完 哇塞 哇塞 很痛 這戰狼給的壓力也是有的 但是這個射程實在是好遠 那戰狼號已經研發完了 那徒步工兵的科技好像還沒有研發完 看一下 沒錯 一勇齊兵 喔研發好了 所以他射程器最遠就是6加6而已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不是6加7 12的射程 對上8射程 射程整整多了4喔 看這邊老頭出來有點危險 看要不要退一下 算是想要來補血 但是 這邊在毛 硬A 很灰啊 哇 雲這邊 硬上我覺得很賺 但是要小心遠頭這邊 砸到 這邊遠頭砸到會死一排喔 哇 一直有砸到 但是這邊長弓兵 換了很多隻很賺 哇 一直砸 不能停不能停 長弓也在換 哇 這邊遠頭有在點喔 這邊漏馬出來把這邊 戰毛全部換光 哇 但是也換了很多戰毛喔 喔 換了很多長弓兵 之後換了大概20隻 左右有了 這邊這麼做的大事 呃 雲這邊轉出一些馬 馬卡易防跟進防 進攻也在升級喔 那這邊 補列兵 升級了 輕騎兵 那這邊 戰毛會被砍得很痛 完蛋 這邊只有 戰毛跟火炮 這邊暴露馬 就可以把雲給淹死了 哇 這邊馬趕快要趕快轉出來 OK 平總下了 然後一級弓也升了 二級馬卡在升 這邊巨頭也在升 三級弓點下了 哇 他這邊才剛按下 二級跟田 但是好像沒關係 二級跟田 現在點下 好 這邊直接點掉了火炮 那這邊火炮是不是選死了 好像是 對 火炮全部都被弄馬 點光了 這面這邊 真鋁補血 長弓兵 做個遠距離射擊 哇 這邊老頭被點掉 OK 雲這邊點下了重裝騎士 那 對方的 輕騎兵 三級弓 好了 這邊遠頭建築 也是拆得相當快 雲這邊轉出了重裝騎士 想做一個 黃金兵種的交換應對 很難受 這面超難受 上面按了一些 馬丘 拿來做一邊燒了 這邊黃金 下了一個寶 來做防守 這邊重裝出來了 就感覺比較能打了 這邊下了更多的射箭場 黃金 這邊 很難打 這邊長弓兵數量很多 這邊長弓兵量多起來 射重裝也是很痛的 這邊最好是重裝加火炮 跟載毛這個三層夾擊 火炮打 不列顛 載毛也可以打 那這邊的話 就要靠這邊的重裝來抵擋喔 看一下能不能 要出更多的破口 春魚醋已經食品了 二級弓還沒有好 所以這邊正面交戰有點難受 哇 這邊載毛直接往前走 想要直接 欸 長弓兵 也確實換到了很多 這邊奴炮過來 一發會很舒服 直接穿透 全部殘血 但這個遠頭好像被解光了 這邊騎士硬換很賺啊 雷發 點到 哇 火炮互換 哇 那這邊是雲的一個優勢 但是這邊有城堡防守 這邊城堡硬點 那個載毛也是很痛的 但騎士 看起來這邊沒得打 要看稍微後退一下 這邊載毛火炮 建立一個新的陣地 做防守 可不可以 那這邊騎士做稍微有 拿到一點東西 那這邊雲有看到這邊有 在蓋馬就 看能解決錯錯 那正面的部隊 火炮被點光啊 哇這個長弓兵出來點點 全部換掉了 只剩下一台火炮 哇這個長弓兵真的給力 射程跟火炮一模一樣 可是我們覺得雲這邊暖出 一點遠頭會比較好 因為火炮距離有點短 很容易被對面長弓兵射到 而且血量也偏少 好這邊走得出來 遠頭 可是如果雲出遠頭的話 就不能解這些長弓兵了 這邊火炮還是要來解長弓兵用比較好 哇這邊火炮射了一拍 就被長弓點掉了 這邊交換下來 我怎麼覺得雲越來越劣勢啊 哇這個長弓 一直利用射程優勢 哇這邊硬點 把遠頭給點掉了 那這邊 不列顛還有很多的資源可以產肉馬 哇這邊爆了一波長弓跟肉馬 然後升上了重裝長槍兵 那雲這邊的資源好像不夠了 沒有黃金開始爆出了肉馬 省點黃金 因為黃金快挖完了 那這邊青騎兵 防禦也是不錯的 防禦也防還有6 跟重裝騎兵的防禦是一模一樣的 欸我記得他有三級馬卡 對三級馬卡 三級馬卡升完就是遠防6 但是這邊 這邊 這個是太空漫步長弓兵 邊走邊射 對這個肉馬進來騷擾 雲可能會很難受 哇這個 不列顏玩家 上了 重裝長槍兵之後 急兵也上了 直接上大戳戳 然後這邊三級伐木 雲剛升級 雖然伐木不是重點了 肉有點缺 但是這個長槍兵依舊無法解決掉 很難受 兩邊村民也被稍微燒 哇裡面被鑽進去有洞啊 這個肉馬在裡面做騷擾 相當效果好 哇 這邊轉出了更多的兵營 那兵營下好了 急兵也好 開始升級防禦 看一下這邊 遠頭更多陣地戰 越打越前面 開始收復不列顏的師徒 這邊遠頭偷偷在砸 這邊的馬舅 為什麼義大利沒有三級弓 哎唷有三級弓 但是 雲這邊還沒有升級三級弓 好像忘記要升級了 這邊太忙了 哇 這騎士 永遠都是少二弓 狀況下有點虧喔 緣起不列顏長弓兵 他的近戰防禦只有三 基本卡是零 所以這個騎兵上去也是蠻痛的 這個沒有蓋好這個房子 本來想要守住這個 遠頭但是又被 點光了嗎 哇這個 修回來了 戳戳來了 哇戳戳直接把這些肉馬 跟騎士 差死 哇兩台遠頭都沒掉 哇直播打不去了 這個沒掉兩台遠頭很虧啊 這個沒點掉 這一波兵力送光 雲這裡也沒太多肉了 然後對面又是長弓兵 這個城堡掉了 就守不住了 哇長弓兵真的好猛 我決定啦 以後要進技場 我一定要玩長弓兵 只玩不列顛 這畫面很美啊 天女散花 各種賤語 這邊又爆了一座騎士 但是戰矛還是不敵 長弓兵的一個射程優勢 跟傷害 肉馬這邊繼續在騷擾這邊的 戰矛 非常的痛可難受 但也點掉了蠻多長弓的 這樣這一坨戰矛送光 可能會喊出GG 哇這個又來了 重中又來這邊 淹這個眼 遠頭好像解掉 哇 這邊搓搓也是搓得很厚 哇這個城堡撐很久欸 血量無限800滴 哇很多 長弓兵再繼續做射擊 好猛啊 好猛啊 不看我都傻了 射得好快 能不能做到一些事情呢 這邊遠頭還在家 到底雲能不能逆轉呢 台灣 三大高手 雲 能不能打贏這一場 戰矛一直丟 我壞了很多 長弓兵這邊長弓兵 有超級做操作 但是好像操作不了太多東西 哇這邊想要阻戰矛的攻擊 但是好像沒辦法 前面很難守 這邊肉馬要過來 但是戰矛快送光了 哇這邊肉馬再淹了過來 這邊肉馬不太夠 三級工作也要研發好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嗎 正面開始崩壞 戳戳壓了上來 看來是打出了GG 這邊城堡也掉了 哇這一場捕獵點真的太猛了 雖然 魚已經很厲害了 已經換掉很多長弓兵了 正常的玩家 是沒辦法把這麼多長弓兵給換掉的 這個操作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家裡又被肉馬鬧 這個捕獵點 這邊沒有閒著 後面也沒閒著 兩邊都在打 哇 來看一下後面的數據 數據 經濟也是贏 哇捕獵點這邊殺了500多單位 哇不得了 哇這個黃金產出很香啊 多了4個遺跡 沒想到在今天場這張圖 通常都是遺跡都會贏 但沒想到捕獵點硬生生的打出了他的文明優勢 正地戰長弓兵遠投 把火炮點成了白癡 天啊 太厲害了雲 這位不列艦選手也是相當厲害 好 那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